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起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 欢迎来到今天的娱乐秀节目 分享娱乐圈的一些大事小事八卦事 还有新鲜的一些影视资讯 另外也有好听的歌曲大家一起欣赏 今天首先看到佟丽娅工作室 分享她的一座谢真照 身穿黑白拼色的抹胸裙 五官精致 整体造型非常的简约 但是又像古堡公主一样 就是很大气的感觉 而这个造型也是她参加百花奖的颁奖典礼所穿的 这边有真正的古堡公主现身了 那就是8月5号的时候 吴谦宇晒出自己在意大利城堡 一个古堡里面举行婚礼的照片 复文是把你写进我的故事里 他晒出了一张从上往下拍的大全景 绿荫草地鲜花阳光 还有斑驳的想争着时间的那个石门 现场来了大概一百来号人 并不是很多 但是很温馨 吴谦宇身穿一起白色的婚纱 头戴头纱 手捧鲜花 身后就是古堡 而她就像是从那古堡里走出来的公主一样 还有一张二人站在城堡的一个窗口 旁边还有花围绕着 真的有一种童话故事里 王子和王后举行婚礼的这种画面感 施伯雄和吴谦宇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 施伯雄是出生于香港老牌的豪门家族 算是不折不扣的富三代了 但是她并没有选择门当户对的女孩结婚 而是和这位家境普通的吴谦宇在一起 而且对她是爱的似心塌地 不过也有人评论说 吴谦宇现在在娱乐圈的吸睛能力也很强 抛开施伯雄富三代的光环 两个人能力各方面也算是势均力敌 而这边前往意大利萨丁岛度假的小李兹 梁纳多迪卡普利奥和她的女友维多利亚切雷蒂 在这里玩 而路透照当中我们看到一行人乘着快艇出海 VC就是她的女朋友身穿豹纹比基尼 身材还是管理的蛮好的 但是体型是她两倍的小李兹也不怯场 男人好像不在乎身材什么的 和女友一起赤裸着上身 然后在海中细细 随行的当然还有她铁打的挚爱好友 托比马奎尔 度假也要注意安全 这边迪士尼电影的歌舞青春里的男主 扮演者扎克艾弗龙 上周末在位于西班牙伊比沙岛的一栋别墅的泳池里 发生了一些意外 然后经纪人目前对外证实了这一消息 说扎克艾弗龙当时被两名员工发现在泳池里 不知道什么状况 然后就拖出水中紧急送医 但是他的经纪人说只是一起小意外 而且说送医纯粹是预防性措施 但是具体发生了什么 背后什么原因没有细说 而且经过治疗扎克艾弗龙是第二天早上就出院了 随后他还及时的在音色上发动 发布了一个动态 分享了自己在阳光下还在举重的照片 配文写道 幸福又健康 感谢大家的祝福 没事就好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天气不太好 你是自己出去运动了呢 还是坐在家里看别人运动 的确有时候看这种竞技比赛还是挺上瘾的 在巴黎奥运会男子四成一百米的混合泳接力决赛中 哇真的是最后五十米见分晓 由徐家瑜 秦海洋 孙家俊和潘展乐 组成的中国队是收获了一块 非常想不到的金牌 之后演员关小彤是分享了官赛的感想 然后他就是大赞 然后潘展乐的最后一棒说飞人是飞人 我觉得应该确切一点是飞鱼吧 像一条鱼一样感觉 另外之前的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中 中国选手陈梦战胜了队友孙颖沙 成功未免也夺得金牌 这是代表团获得的第十四枚金牌 之后陈梦的表哥就是黄小明发博文祝贺陈梦夺冠 也是激动到喘不过气来连续前面是二十个 表示陈梦永远是骄傲 也说他所有的汗水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也期待他接下来的比赛继续加油 最后高兴了以后还在微信群里发了一百个红包 庆祝表妹陈梦未免冠军 然后说我妹妹冠军 祝贺我的人比我得影帝还要多 而黄小明在另一个平台发文祝贺的时候 就同时表示两个参赛的女孩都很优秀 为陈梦庆祝的同时也夸赞了孙颖沙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网友在他的动态下就还粗口 爆粗口还骂人 说不好意思我只支持孙颖沙 那没问题你支持好了你喜欢好了 但是不要爆粗口嘛对不对 据说在比赛的现场也有很多孙颖沙的粉丝 辱骂陈梦 还有一个镜头拍到一个观众数终止什么的 哎呀因为喜欢一个人就无脑的去抨击和谩骂 另一个人真的是有点三观不正 邓亚平曾经说过 你可以因为喜欢某个运动员 从而喜欢某项运动 所以我们只管喜欢就好了 不要去攻击谁 况且都是中国队的 我希望娱乐圈的这种饭圈文化 可不要毁了体育圈哦 喜欢他就看他的比赛 看他的表演 或者也喜欢上这项运动 或者这个爱好 往往是这种偶像文化 激励我们可以变成更好的自己 这边我们来关注音乐圈的消息 有两位举行演唱会 有很多人都去捧场 像是张杰在鸟巢举办演唱会 不少明星到场 现场也是人山人海 应援棒闪耀着蓝色 仿佛置身在海洋一般 很壮观的一个画面 好像半个娱乐圈的一些人士 都到场了 七威李承炫夫妻 李承王源宋家 李宪宋丹丹等等等等 谢娜就是她老婆 当天也是黑色休闲服亮相 坐在观众席和几位圈中好友 为张杰打call 而张杰则是在台上 有深情的表白家人和朋友 感谢谢娜为她照顾好了一个家 可以使她毫无后顾之忧地 发展自己的歌唱事业 而这边8月4号晚上 一能静晒出了带着一双儿女 哈利和米丽 前往国外看宋与琪演唱会的照片 她发文透露是宋与琪 邀请她们一起到现场观看的 原因是米丽 就是她女儿是宋与琪的粉丝 而一能静和宋与琪也是好朋友 然后一能静也猛夸宋与琪 性格好礼貌又热情 单纯又真实 然后还说 这个马甲线太厉害了 跳舞也超厉害 看得出来演出现场 一能静也是玩到嗨 随后宋与琪也现身评论区 和一能静互动 说谢谢姐的支持 下次一起吃饭饭哦 当天来看演唱会的一能静 戴着帽子 披着长发 画着精致的妆容 脸色看上去很红润 在那种非常热闹的场合 似乎也是显得更年轻了 还比出可爱的剪刀手 完全不像56岁的状态 而她的儿子哈利 则是穿着红色路腰款式的短袖T恤 搭配牛仔裤 然后牛仔裤外面还套了一条 前面短后面长的裙子 真的挺符合她一贯的 这种个性另类的打扮 而另一边米粒呢 也是超短裙 长高了很不少 然后一双细长的小腿 也很漂亮 母子母女三人同框 都是高颜值 超热眼 宋与琪 是目前韩国女子组合 GIDLE的成员之一 也是地道的北京人 我们一起来听 她曾经翻唱陶折的这首歌曲 《普通朋友》 歌曲歌号继续回来 这里是娱乐秀 等待 我随时随地在等待 做你感情向的依赖 我没有任何的疑问 这是爱 我猜 你早就想要说明白 我觉得自己好失败 从天堂掉落到深渊 多无奈 我愿意改变 重新再来一遍 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 感情已那么深 叫我怎么让发生 但你说爱 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 我在意 你心中只是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 不是情人 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 但我给你的爱 但是守不回来 so I 我不能只是be your friend 我太爱 你早就想要说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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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 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 感情已那么深 叫我怎么让发生 但你说爱 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 做个朋友 我在意 你心中只是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 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 但我给你的爱 但是守不回来 so I 我不能只是be your friend I just can'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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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friend 非常新鲜的娱乐资讯 非常八卦的明星艺人 非常好听的流行歌曲 敬请每日关注 美国中文电台娱乐秀 歌曲过后 欢迎继续回来 锁定我们的频率 AM1450 美国中文电台娱乐秀 还在继续秀 我是主持人小芳 各位可以随时通过 锁定我们的频率 在广播上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或者是到我们的网站 www.uschineseradio.com 也有我们的主持人介绍 节目介绍和节目回放 或者更容易 更方便的方式 就是在手机上下载 美国侨报 这个APP 这个软件 走到哪里 听到哪里 有电子报可以看 有新鲜的 关于新闻方面的视频 可以看 当然也可以收听 我们的即时广播 下面就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 这边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典礼 在成都 周末是举行了 志愿军雄兵出击 获得最佳影片 长安三万里 获得优秀影片 张艺谋 凭借第20条 获最佳导演 朱一龙和玛丽 分获最佳男女主角 其他演员讲方面 李雪剑 凭借《风神》第一部 获得最佳男配角 赵丽颖凭借第20条 获得最佳女配角 年轻演员于世 凭借《风神》第一部 获得最佳新人奖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到暑期 一些剧组感进度的影响 不少的一些知名的明星 或者提名的一些明星 都没有到现场 也或许是因为赶上巴黎奥运会的影响吧 所以热度也不是很高 反正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悄无声息落下帷幕 而关注到北美方面 电影《死世于金刚狼》当中的灵魂主角 《死世》的扮演者瑞恩·雷诺茨 最近又分享了好多影片的一些拍摄的幕后照等等 影片因为持续在上映 也是想更多的来吸引观众吧 她配文表示 感谢来看电影的每一位观众 感谢多刷了的每一个观众 与新的角色交朋友 致敬我们过去所爱的熟悉角色 这让我非常激动 《死世于金刚狼》是漫威首部 5R集电影7月26号在北美 还有中国内地等全球多个国家接连上映 目前全球的总票房累计是8.24亿美元 上个周末是北美拿了9700万 然后海外的周末是收了1.1亿 然后中国内地也是作为该片的海外大票仓之一 上映目前11天累计达到3.28亿元 有外媒预测 就是《死世和金刚狼》全球总票房 有望冲击14亿美元 另外迪士尼的年度巨制电影 就是《海洋奇缘2》最近发布了电视版的全新预告 莫阿娜和伙伴们在征服新航线的途中 遇到了椰子小人部落卡卡莫拉 双方二话不说先战为敬 官方此前介绍过续集将讲述莫阿娜意外地 接到了巡路祖先的召唤 必须前往大洋洲的原海 进入到危险已经失落已久的水域 和毛衣以及一群小伙伴们 开始一场前所未有的冒险 影片原本打算拍成迪士尼家的剧集 现在改成了大电影上映 而《海洋奇缘2》并不是这个IP的唯一星座 除了这个动画的续集之外 还有一部真人版的《海洋奇缘》 正在制作当中 而为动画配音的道恩强森 会出演毛衣巨人 并且担任影片的制片人 而配音莫阿娜的奥利伊卡瓦洛 则不会参演 他担任执行制片人 这部动画电影《海洋奇缘2》 11月27号就将在北美上映 但是真人版的《海洋奇缘》 要到明年的6月27号 与影迷见面 好了明年的事情就明年再说吧 明天的事情也等到明天再说 先把今天的事情做好 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我是小方 这里是娱乐秀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明天再会 See you Mountain Tow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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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Mountain Town 就你和我的爱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Mountain Town 就跟你一起来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D&I 就你和我的爱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你不在爱我不在意 谁还会在意 你不在我不在意 谁还会在 每天他就跟着一起来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D&I 就你和我的爱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你不在我不在意 谁还会在意 你不在我不在意 谁还会在意 你不在意 哪里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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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